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欢迎来到财经能眼 能眼的会员网站开通,域名是3w.财经能眼的全篇.com 你们可以收听能眼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欢迎大家订阅 今天,全球金融市场可以说是珊瑚海啸 首先,美国股市就出现了断崖式的暴跌这样一个局面 全球股市也是血雨腥风了,惨不忍睹 原因呢,大家都知道,除了中国之外,今天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这些国家 基本上情况都非常严重,可以说慢慢在沦陷了 全球对疫情的大恐慌,可以说让淡定了一个月之久的美股也开始不淡定了 今天就以暴跌的形式,暴跌了一千多点的方式,给全球金融市场吹响了口哨 我们看一下具体情况,美国时间2月24日,也就是中国的2月25日 欧美股市是全线的暴跌 美股三大股指都是低开低走 其中呢,道琼斯指数啊,狂泻了一千多点,创下了2018年2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 暴收27960点8点,历史上单日跌幅达到一千多点的非常少 可以说总共就是几次啊,这次就包括在内 标普500指数呢,就下跌了3.35%,跌到了3,225.89点 拉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3.71%,下跌到了9,221.28点 其中呢,道指就回吐了2020年以来所有的涨幅 标普500指数呢,也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最差的单日表现 也抹去了今年所有的涨幅 对于美国股市来说呀,可以说今天是标准的黑色黑色的星期一 这个下跌的幅度在历史上都是排的上号的 那么欧洲的股市呢,也是血流成河 因为意大利的情况非常糟糕,急剧恶化 可能呢,就点燃了整个欧洲的恐慌情绪 整个恐慌呢,就在欧洲蔓延 德国的DEX指数,它是下跌了4.01% 法国的CAC40指数呢,下跌了3.94% 英国富时100指数呢,超跌3% 意大利的富时MIB指数啊,它就下跌了5% 跌幅是最大的,这也反映了意大利的情况啊,是非常危险的 韩国的股市呢,今天也是暴跌4% 而日本的日经225指数呢,盘中一度跌幅达到了4.5% 收盘呢,也跌了3.34%,就是今天 创下了16个月最大的跌幅啊 与此同时呢,恐慌指数VIX是暴涨了46.55% 可以说市场避险的情绪啊就飙升,因为资金呢大家都害怕风险,股市的风险太大 可以说市场的资金呢是夺路而逃,找安全的领域啊 黄金期货的价格呀,也就创了7年的新高,最近是连续的暴涨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一些公司巨头的股票的表现啊 24日呢,美国大型科技股啊是全线的大跌 苹果下跌了4.75% 亚马逊呢,跌了4.14% 谷歌啊,跌了4.29% Facebook下跌了4.5% 微软跌了4.3亿啊 能源股呢,也是集体重挫 你像埃克森美孚啊,它跌了4.65% 除了高科技和能源股大跌之外呢 像热门的中概股也是大跌,我就不细说了 所以总体来看啦,今天是美股暴跌 而在暴跌之后呢,特朗普他在他的社交媒体 也就是说推特上呢,就安抚投资者焦虑的情绪 他就说呀,疫情在美国已经得到了控制 股市在我看来呢,开始变得很好了 他的这种表态呢,被很多媒体就解读为 建议投资者去抄抵股市 就被理解成这样一种意思 我们知道,股市的上涨啊 一直被川普认为是自己的政绩 也是他在各种场所啊,演讲中经常提到的 引以为也自豪的 毕竟呢,十多年来啊,美国确实是走出了空前的超级大流市 投资股市的资金呢,可以说是赚得了盆满钵满 美国股市的容量呢,也是非常的巨大 它是超过了房地产,这和中国是相反的 那么股市可以说是美国人财富增长的 最最重要的一条渠道 如果股市下跌啊,那么民众在股市上财富就会带来损失 所以一旦股市下跌,民众的这种损失啊 他就会找政府作为出气筒 那么出气的方式是什么呢? 选民手上有选票嘛 当然他就会用选票来干掉让他们亏钱的总统嘛 对不对,不选他嘛 所以这个逻辑大体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希望连任的总统啊 就要尽量避免将自己和金融市场来绑定 特别是在和股市绑定 但是川普啊,在第一个四年的任期啊 他恰恰就是啊,在不断强化民众的这种认知 你将股票上涨的功劳啊,归功于自己 这是川普经常这样自我表扬的,对不对 那么股票下跌的责任呢,你也有份啊,你也要承担 就像财产继承啊,是一样的了 你既然继承了他的资产,对不对 那么负债啊,你肯定要一并接过去啊 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嘛 你不能说你只要他的资产,不要他的负债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放在美国总统身上也是一样 股市上涨的功劳都归你 那下跌之后的后果就是别人的吗 这样肯定说不过去嘛 毕竟美国目前啊,已经走出了13年的超级大牛市啊 那么这个牛市还能持续多久 都不好说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要做的就是和股市切割 防止股市大跌啊,给自己2020年的选情啊,带来拖累 但是川普呢,目前是没有切割的意思 现在还在鼓励投资者去抄底 可以说现在啊,疫情才刚开始 你现在鼓励啊,投资者去抄底美国的股市 万一后面还有大跌了 股市投资者被套牢了怎么办 对不对,股市继续血崩怎么办 我觉得啊,他2020年的选情啊,可能有些威信了 如果他继续和股市绑定 所以现在啊,他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个后果 但是除了股市呢,今天还有一件事啊 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意义,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看了一段媒体啊,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纳瓦罗的采访,那么这段采访里面的信息量啊 是非常之大 他就说啊,中共对我们不公平的贸易啊 使我们全力以赴将自己在中国的工厂撤回美国 我们国内的先进的制药技术可以帮我们降低成本 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口罩生产的问题 他说正常情况下啊,每年中国都是生产大量的口罩出口到美国 但是现在呢,疫情已经发生了 那么中共的第一个做法呢,就是禁止出口口罩到美国 确保美国一个口罩都拿不到 说实话,这件事是我第一次听说啊 但是我相信纳瓦罗的陈述 我觉得这应该是事实,他们不会去造谣声势的 第二个做法呢,他说的就是禁止3M在中国的公司 出口任何产品离开中国 其实啊,就是在封锁美国 所以美国啊,对这件事是比较愤怒的 他们就准备提案啊,想把4家美国在中国的制药公司 搬回美国来,生产数十亿的口罩 这是纳瓦罗的采访里面说的 那么在川普总统的亲自领导下呢 我们同国防部和卫生部合作 确保美国大众受到保护 我们可以看以下视频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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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自然而言 当然,当然,不过来自然而言 in terms of innovation there's a technique calle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 pharmaceuticals that would allow us to not only bring things home but also lower the cost of our of our pharmaceuticals so so we can you say that no shortage you're pretty confident there won't be any major or significant shortages well let's take face masks for example the n95 face max typical problem china china basically makes a bunch of them what the first thing they did was put on export restrictions so we couldn't get any of them next thing they did was nationalize effectively 3m our company uh in china to prevent them from sending us any stuff okay what we're doing this week is putting out a request for proposals in trump time for a billion face masks to mobilize the four companies uh that make these th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we're skating uh charles to wear the puck might be on this crisis again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president trump through the task force and what we're going to try to do working with dod the va hhs uh is to make sure the american public um is protected 其實啊這段視頻非常能說明這種特殊時期的中美關係的走势 在疫情的特殊時期呢美國給了中國非常多的援助 那麼中國還拒絕了美國派出人員去協助抗災的請求 可以說這些就不細說了 但是就算是這樣啊中國還是採取了敵視美國的政策 限制美國公司生產的醫療用品出口中國就是一個非常惡劣的動作啊 當然還不包括昨天出台的禁止中國公民向中國公民發出旅遊警告不要到美國 因為別人美國已經禁止你中國公民過來嘛 其實他發這個通告沒有任何意義 但是中國就想體現出來他感覺很美國叫板 對不對 所以這個動作我覺得做的都是多餘的沒有任何意義啊 當然這只是拉瓦羅他自己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中國不像美國出口口罩不像美國出口其他的醫療用品 說明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入市之後的這些年呢 美國將大部分的製造業轉移到中國的後果 就是美國開始受制於人了 美國的軟肋啊可以說已經捏在了中國的手裡捏了一些 那麼一旦中國停止向美國出口口罩 美國國內如果疫情失控的話就會出大問題了 所以現在美國的國民他的人身的安全都已經受到了威脅 這是白宮著急的一個原因 美國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現在開始糾錯了 我認為這才是美國這個國家200年來 可以長勝不衰的核心競爭力就是他的糾錯的能力 對不對 很多國家是沒有糾錯能力的 他一錯就錯到到底 你想中國就是這樣 納羅羅在另外一個採訪中啊 他也談到了加大解藥研究力度 推動瑞德西韋的臨床 推動疫苗的研發 讓這些藥物和疫苗呢 在美國擁有足夠的生產能力 防止最壞的情況發生 他同時還說美國政府正在雷厉風行 確保美國供應鏈的安全和完整 離開向中國這樣的地方 促進海外美國企業回遷美國本土 不會因為發生中國這樣的事情 讓美國變得脆弱 那麼納羅羅的這番話 其實也是可以解讀為 開始在產業鏈上徹底和中國切割 防止中國的風險拖累美國 把美國拖下水 這是美國非常明智 已經開始意識到了危險的時候了 就這讓我想到了前兩周的一個事 因為全球很多藥品的生產 都在中國生產 他們利用的是中國的原材料和人工 但是現在中國出問題了 所以導致這次災難爆發之後 中國國內很多的藥品或者是保健用品 就無法出口到全球 可以說這對全球的醫療行業 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如果把這些事情聯繫起來看了 就會發現本次全球的危機 讓美國已經充分意識到了 全球化產業分工 確實可以細分產品生產流程 達到可以提高生產效率的目的 但是它的弊端也是同樣非常明顯 因為產業鏈的异端 你放在一個國家 那麼萬一這個國家出現了問題 最終就會毀掉全球的市場 這樣做的風險也是非常大的 就像中國目前的狀況 對全球醫藥品以及口罩等防護用品 就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中國為了自保甚至禁止對美國的出口 可以說這對美國就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川普他當然也會意識到 對自己競選臨任的最大威脅 其實一直都來源於中共 來源於貿易戰的不受承諾 更來源於這種不安全體制導致的人禍 跟美國帶來的巨大衝擊 不管是對美國公民人身健康的威脅 還是說對美國股市貿易體系 這樣的金融經濟的威脅 這都是威脅 這都是川普競選臨任或者說臨任以後 都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的風險來源 所以我認為這次疫情為美國下定決心 實行逆全球化 痛下決心和中國脫鉤 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這種催化作用可能遠遠超過了貿易戰 可以說和珍珠港相媲美 通過這樣的事件 我覺得美國會慢慢的開始淡化 和中國的貿易談判 會開始逐漸切割和中國的貿易往來 畢竟如其寄希望於這種 中國基本不會遵守的貿易協議 那還不如早做準備 和你早點徹底的切割脫鉤 規避中國帶來的巨大風險 就像一首歌裡面唱的那樣 多麼痛的領悟 從美國最近的一系列動作上 其實也可以看出這種端倪 就算中國現在是洪水滔天 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也是照大不悟 可以說絲毫沒有手軟和同情的意思在裡面 比如最近 美國在貿易中就將中國定義為發達國家 取消中國這麼多年享受的 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待遇 佩洛西和美國的司法部也是聯手 對華為的打壓和警告 而且在世界上發言 美國的國防部長也是警告 美國的真正敵人不是俄羅斯 而是中國 像現在拉瓦羅 關於轉移中國產業鏈的強硬措施 我覺得都意味著美國痛下決心 和中國做出切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雖然切割是很痛的 畢竟沾連到一起已經有三四十年了 但是不切割自身的性命難保 所以說切割是勢在必行 中國人一直都說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是世界工廠 世界經濟呢 離不開中國 可以說現在就是政委這個說法的時候了 畢竟全世界已經離開了中國一個多月 我覺得離開一年十年或者一百年 基本上問題都不大 可以離開中國 大家覺得呢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關注能演的會員 網站3w.財經能演的全編.com 所有的音頻和文字都將放在網站上 供大家查閱 大家也可以在網站的會員專區裡面發帖提問 謝謝大家收聽再見